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玩塔罗 那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题目是呢 你和某个对象之间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 会不会发展成情侣关系 那对方心中是怎么看待你 怎么看待这段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你跟他其实也还没有在一起啦 但是呢,你想要知道跟这个人 会不会变成情侣,会不会在一起 那还有他心里面对你 还有对这段感情是怎样的看法 怎样的想法 好,现在呢 我们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四种不一样的宝石桌 所以我们今天的选择参考哦 来,第一种呢就是黑钥匙 纯黑色的黑钥匙 第二种呢是粉水晶 好 第三种呢是海洋玛瑙 好的 那最后一种呢是 十六十 好 现在呢,请你闭上眼睛 深呼吸三次 想着你自己 还有那个跟你最近 还没有在一起 但是有往来的这个对象 想着这个对象 然后呢,睁开眼睛 直觉地从这四种宝石当中选择一种 选好的话呢,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哦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占卜咯 好的,如果你是选择到一号黑钥匙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我们开始解释一下这个 今天带给你的讯息哦 呃,我觉得从一开始他认识你的时候 他其实就心里面是很积极的 我们今天看的大概都是他心里的状态啦 哦,那会影响到多少分的实际行动 其实就要看他愿意表动出来的部分 但是实际上面上我们看到就是说 我们这边看到权杖七号 看到权杖的侍卫这两张牌哦 这两张牌呢,其实是在这两 这一组牌当中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内心就是很想要跟你有一些发展 非常地积极,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一个感受 就是感情上的一个互动啦,越多越好就对了 所以不管他表现出来是多少 这已经是他所能表现出来的热情的一个极限 就是非常努力的在想要跟你在感情上面有更多的一个 往前进的一个动作 跟往前进的一个发展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很重要的一张牌就是宝剑六 宝剑六其实在这边讲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不想要再去 不想要再去把很多事情放在心里面 不想要再去让很多事情就是好像太过低调都不讲出来 他就是想要让你知道他喜欢他 因为他就真的很喜欢你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权杖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存在 就是说不管面对到多大的困难 多大的压力 然后他都会想要去克服掉 他就跟别人抢也没关系 然后有任何的困难险阻 他都愿意去突破它 就是他一开始在喜欢你的时候 认识你的时候 心里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其实我觉得他对你可以说是一开始的时候很积极的一个人 就当然每个人表现不一样 可是在他的心理状态上 他的确就是觉得你很重要 想要跟你多一点发展 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 那现在的话呢 其实他的一个状态是比较特殊一点的 他自己觉得其实现在跟你的发展状态上算是OK了 就是好像现在你跟他的互动状态 他觉得还不错 那也算是可以让他满足的一个状态啦 虽然还不算满意 可能就是反应还没在一起 但是他虽然不算满意 但是他觉得这是他可以达到的最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圣杯酒在这边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跟他心里面感受到你的态度有关系 就是我们看到前臂皇后的逆位这张牌 其实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的这个对象 他觉得你付出的不够多 就是感情上一件事情 是两个人如果要在一起的话 他会觉得你就是付出的不够多 你对他的回应不够明显 至少在他心里面 他会觉得还不够明显 那不够明显的情况就会影响到说 他觉得好像跟你之间的感情在发展上 我们看到星星牌的逆位 星星牌的逆位是一个很重要的逆袭 就是他内在 这个人的内在真的觉得 和你之间这一段感情的发展上 走到了一个瓶颈 就是除了他觉得你给他的回应 feedback不够多之外 他觉得好像跟你的感情上 好像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方向 好像让他会觉得说 这一段感情好像是没有什么 就是你不愿意有一些发展 你不愿意往前走 那他就很难往前 而且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们看到审判牌的逆位 审判牌的逆位就是 有一部分的人选到这张牌 其实是你心里想的这个人 他就是对方觉得 你还没有放下某一些以前的感情 或是你还没有放下某一些 你很在意的事情 但是他觉得不重要 比如说你的前男友前女友 或者是你对于之前某一些感情上面 得到的创伤 不见得是某个人 而是你的对于某一件事情 你所感受 你所 比如说看到某一些东西 你会想起某一段感情 或者是在某一段感情当中 你见到的某个人带给你的伤痛 你就觉得在他身上可能也会遇见 可是对他来说 他会觉得很冤枉 造成你不开心的又不是我 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 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不会啊 所以对他来说 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 不太愉快的感觉 就是他觉得 我已经很努力在证明我很喜欢你的 可是你的反应就是让我觉得 你也没有多喜欢我 好 所以我们看到教皇牌的逆位在这边 就是说他尽可能的 就是开始采取一些 不是这么样子传统的 或者是说不是这么样子的 标准的方式去和你互动 就是一开始他那些很积极主动的方式 他都用完了 然后他就觉得你的反应也有限 那是不是我应该换一些战术 甚至于是他身边的人告诉他说 你继续用这种方式下去也 好像他也没什么反应 你也不要换一些方式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态度好像有些改变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你给他的反应不够强烈 而且权杖的示威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会觉得你给他的反应是有点少的 有点害羞的 好像你没有那么喜欢他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可能你今天来看这个占卜 你想要这个对象 他也可能在看这个占卜 他就会觉得说 你的反应好像就是没那么喜欢我 那他就没有办法更直接一点 我觉得他会把问题归咎在你身上 但他不会怪你 他就会觉得说 他也在观察你好像没那么喜欢他 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他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这段感情 我继续这么努力下去 好像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用途的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 那最后是不是我会受伤 所以他在心里面会觉得说 那我已经这么努力的 如果你还是没有这么喜欢我的话 那我是不是往后退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对他来说 他在心里当中的一个想法上 会是这个样子 那在未来一段时间 大概是一两个月的时间 两三个月 最长不会超过三个月 会不会在一起呢 个人觉得几率真的是不太高 第一件事情是 你们在接下来两三个月的发展当中 你们之间的对话量 还有你们之间的互动会越来越少 我们看到保健 保健的这个世卫的逆位 他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 他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当他开始退缩的时候 你也没有更往前进 比较会像是说 他觉得你没有那么喜欢他 你也觉得他没有 他觉得你没有这么喜欢他 你也觉得他没有这么喜欢你 就是一种误会啦 那两方面都不主动的情况下 感情当然是越来越等 所以在没有一方愿意去往前 多说一点 多前进一点 多做一点的情形底下 他其实就会形成一种 相对来说 好像我们之间的互动 会越来越少的感觉 所以我看到保健1 就没有人愿意去突破某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最后还看到了一张 一样是1 就是这个大牌的1 就是魔术师的逆位 魔术师的逆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讯号 就是说 两边都不做 两边都不往前进 那这个关系就是一路的hold在那边都不会动 所以我们从这一副牌上面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如果你希望跟这个人之间感情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互动的话 第一就是要调整一下 这个钱币皇后这张牌带来的一个意思 就是你要主动一点 你的付出可能要多一点 不是叫你付出很多钱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多一点时间给他 多一点主动跟他互动 你的互动太少 其实对方是会感受到你的诚意的 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在爱情当中 双方都会有感觉 都会知道对方 都会从对方的一些行为跟行动当中去猜 去想 你到底是不是喜欢我 你有没有想要跟我在一起 所以你给他的一些行动不够的时候 你给他的暗示不太够的时候 他的反应就会觉得说 你没这么喜欢他 所以在他的角度上面 他会觉得我已经做很多了 那是不是你应该多一点 是不是多一点告诉我 让我知道 因为至少圣杯酒这张牌 他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他觉得他已经把他满满的爱都放在你面前了 可是星星牌的逆味就明显的让我们知道说 他觉得好像你没有给他一个希望 所以至少你要多一点行动 多一点行为 让他知道说 其实你也是喜欢他 你对他也是有感觉的 你也是希望这段感觉 你可以好好好好的往前走下去的 所以我会觉得啦 如果希望去扭转之后 两三个月依然没有什么变动 没有什么变化 不是会变不好 不是不会往来 不是说你们之间就会分开之类的 而是你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 就是越来越冷掉 如果你不希望他这段感情就这样冷掉的话 你要先从你自己身上做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宇宙 这个地球给你的补充讯息哦 好我们看到是感谢这一刻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状况都是机会 让我们看到成长 看到爱 所以我会觉得你要去 首先 你要先去感谢他 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做的这些事情 都可以说是让你有爱的一个机会 让你有更多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其实 你要先感谢他 然后多一点互相的了解 学习怀抱爱来满足对方的需要 这对一份关系的成长很重要 如果你希望跟他的关系会有成长 会有更多的往前进 其实你必须要有更多的互相了解 而且我觉得你对他了解真的不够深 我们看到的讯息才会出现到这一章 就是要多互相了解 更深一些 还有最后 身体的接触很重要哦 对某一些人来说 没有一样东西比温柔的肢体接触更重要 比如说在对方需要的时候 亲拍他的背 或是给他一个拥抱 我知道东方人 其实在这一块上面就是 大家会比较害羞一点点 可是有时候你的肢体接触多一些的时候 会让对方觉得你对他 其实是一种 不能说是暗示 而是你会让他知道说 OK 我对你其实是有感情上的意思的 那对方才会更积极努力往前进 他其实是一个会想要往前冲的人 可是对他来说 你给他的这个讯息是不够强烈的 所以身体的接触很重要 我们才会出现这一章告诉你说 其实你需要多一点 比如说肢体接触 比如说他觉得很累的时候 你可能在关心他的时候 可以端个东西给他 所以或是像他需要的时候 拍拍他的背 拍拍他的肩膀 让他觉得你有在关心他 而且你有想要跟他拉近距离 最重要的是 你有想要跟他拉近距离 好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会让他知道说 你对他还是有感觉的 这样他才会更积极一点 感情是一个有来有往的过程啦 所以你不能只是 一直位在一个去接受的一个角色上面 要多主动一点 好吗 好 我们看到的是选择到黑钥匙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粉水晶的朋友们 让我们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 我觉得你的这个对象其实个性有点小小的投机哦 怎么叫投机 不是不好的那种投机啦 就是 嗯 他是还 他是一个还蛮会观察 人际互动的人 所以他其实对于人心的认识是还蛮深刻的哦 心机有点重 但不是不好的那种了哦 好我们看到 呃 皇帝牌的逆威 还有这个魔术师的逆威哦 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心里其实抱着就是想要跟你玩玩的心态而已 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有很认真 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虽然我觉得他只想就是一个暧昧关系而已 他其实为什么说他暧昧关系 我们这边除了这两张之后 我们看到一张前壁漆 前壁漆的逆威其实代表着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并没有打算长期的让这段关系往前走下去 他其实想要的是一个相对短期的关系 那所谓相对短期的关系呢 加上我们看到的这张 呃 权杖国王 不是权杖 皇帝牌的逆威呢 他其实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皇帝牌的逆威有蛮浓重的一种想要玩玩的感觉 就是他觉得你不错 可是他并不是想要认真谈感情 然后魔术师依旧更明显 这两张加起来就是一种 他没有想要一个长期交往关系的一个发展 所以他就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对你还蛮有兴趣的 可是我觉得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他其实对你是越来越有感觉 现在的他对你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还蛮强烈的 他就不再是那种玩玩的心态 我们看到这两张都是逆威的 保健期 保健世卫的逆威 跟圣杯世卫的逆威 这两张世卫的逆威其实都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打算用更加成熟的态度来面对跟你之间的关系 就跟你有一些往来 甚至于这两张还是有一种上床过的感觉 总而言之 反正跟你有更多的深入的了解之后 他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他想要用更成熟的态度面对你 他不想要再用那种玩玩的心态面对你 因为这两张牌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种想要玩玩的心态 所以这两张小孩想要玩玩的心态是越来越减弱的情况下 他就是不想要像之前那样对待你 他就开始想要认真的 想要跟你有发展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心理角度上 他其实是开始真的对你越来越认真 而且越来越想要在一起 至少在目前的状况 而且他开始会有更多的行动 保健司你以为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不再只是在那边装死 或者是不再是那种没有什么行动的状态 他就是想要开始有更多的行动 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啊 更多的往来 想要跟你有越来越多的一个感情上深入的发展 所以现在的他不是像以前一样想要玩玩咯 他现在很认真哦 可是他发现你好像 反倒是他觉得你好像 他的回应不够多 或者是 现在是你想跟我玩玩吗 他就觉得 怎么好像变成是我想认真的说 你好像不够认真的 但是他自己当然 我觉得他是一个会 会去自我烦情的人 他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说 之前他对你的一些态度 或一些行为上 会让你觉得说 你没有办法相信他 我觉得他是懂得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开始用了一些新的方式 就是说 他会越来越多这种比较 我觉得有点死缠烂打吧 我们看到教皇牌的逆位 他就开始有点死缠烂打 我有时候常常会把教皇牌 叫做小恶魔牌 教皇牌的逆位叫做小恶魔牌 因为其实这个讯息很明显 就是说 他会开始用更多勾引诱惑 或者是反正他会让你知道 你对他是很有吸引力的 他会软硬碱食 各种方式会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他的心态上 就是他其实真的是爱上你 他觉得他真的喜欢你 所以他会开始去做 很多的一些行为跟动作 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互动 而且不再是那种 我们看到高塔牌的逆位 就是他不再是那种 临时有事才会想到你 他是经常性的会想到你 其实在他的心中 他其实一直都有 他会 他会常常想到你 他发现到自己有一点 晕船 其实他开始觉得 在很多时候 他就会想到你 然后会想要跟你在感情上有一些 反正就会想要联络你 就有事 有空没事就会想到你就对了啦 所以对他来说 他其实是越来越认真的 好 我们看未来两三个月 你们之间的发展 我们看到潜比识的逆位 还有权杖的 权杖骑士的正位 这两张牌其实都代表着 这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他开始会害怕失去你 他开始觉得如果他的生活没有你的话 会不圆满 我们看到潜比识的逆位 潜比识的逆位 加上权杖骑士 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 我觉得他开始很清楚的觉得 如果没有你的话 在他的一个感情世界 在他人生当中 他就会缺乏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他会开始更积极 更直接的去追求你 或者是会有更多积极的行动 会让你很明显的知道说 他是认真的 他不是一开始玩完的 所以我们最后才看到太阳牌 很多事情最后就摊在大太阳底下 其实太阳牌出现在最后一张牌 代表着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机会 是想当高的 非常高 而且我觉得他有做到 让你感动的事情 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些牌当中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而且这个转变跟你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他开始觉得跟你讲话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感觉的 你给他很多人生当中的启示 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的感情也是成熟的 所以你给他的一个关心 关怀跟爱 他都有感受到 所以你才会促使说 他想要去调整原本的做法 他也许面对到很多人的时候 他都是一样的 可是在面对到你的时候 你带给他很多的改变 所以他才会在未来两三个月当中 会觉得失去你是很可惜的事情 失去你会让他的人生缺乏了很多东西 他会觉得越来越不圆满 就是因为少了你 而且我刚才说到过 他高塔牌的逆位在这边 代表他发现他不是只有偶尔会想到你 他会常常想到你 他会一直想到你 所以他也发现他自己是不能没有你的 所以才会有这两个牌的组合 这个讯息上就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在内心当中会 其实他就深深爱上你啦 那接下来就是他的行动会越越明确直接 从前面的逆位国王牌一直到这边 权杖其思 就代表其实他已经知道他该去做哪些事情 然后他是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 而且我觉得他会感动你 太阳牌在这边其实有很明显的一个意义存在 就是你其实真的也被他的一些行为 一些行动所改变 所感动 然后你也觉得说他是一个不错的对象 他开始认真的去面对你 所以感到是就是他会还蛮努力 而且会越来越努力的想要跟你 好好的在一起 不是只有像之前那个样子而已 所以我觉得你们接下来在一起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变成情侣的几率是很高 而且他是真心喜欢你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宇宙 这个地球给你的这个讯息 其实这几个讯息都很清楚了 第一个爱是唯一的真相 将你的注意力从困难转向爱 其实你不用在focus在说 好像专注在说 他好像是不是对你的爱不够深不够多 其实人是会改变的 他也不断地在调整当中 所以他并不是像你之前可能觉得说他不够爱你 他其实是一个越来越对你越来越浓厚 爱越来越多的一个状态 所以才会告诉你说 你被爱所环绕 爱无时无刻不在 只要承认这个实相 你就感受得到 他不是演出来的 也不是玩玩 他是真心的 我觉得你会得到这个讯息的最大一个原因就是 你一直觉得他不是真心的 但其实他是真心的 好 用礼物表达爱 送给某人一件小物品来表达你对他的爱 抽到这张牌往往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给他一些小东西 钥匙圈也好啊 比如说 反正他会用到的小东西都好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耳环戒指镶链这种东西 不用太名贵 但是他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东西 就算你只是觉得比如说他上班的时候 你可以送他一支笔啊 或者是说马克杯啊 就是小小的东西让他觉得 你对他其实是有感觉的 你对他是有想法的 他就会有更多更直接的回应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最后这个牌当中 他会很清楚让你知道他是喜欢你的 而且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几率 我觉得是相当高的 所以在这边就是恭喜你 他是真的爱上你 那我觉得这张爱是唯一的真相 还有讲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有时候真的不要太介意别人的过往 因为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那如果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当下 就是他当下是不是爱你的 我觉得这个当下他是很爱你的 所以之后他会更努力 那这个更努力 我觉得你必须是 就是相信他是真真真正的 很喜欢你 好吗 好 给他一点信任啊 好不好 这个呢就是选择到 粉水晶的朋友们 你们所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 海洋玛瑙的朋友们 让我们来看看 你所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 我觉得在这整个讯息当中 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对方是一个想很多的人 而且他其实还蛮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两个人心跟心之间的距离 或者是他也很在意远距离恋情这件事情 好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自己其实并没有这么急着想要谈恋爱 他自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好 圣杯酒在这边 加上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圣杯二的逆味 还有恋人牌的逆味 这其实这三张牌讲到的一个 总和性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 第一他觉得他一个人 其实就过得还不错 可是他还是还蛮享受跟 就是别人有一些暧昧 或是感情上的互动的一个感觉 那我觉得他不是没有 他不是不喜欢你 他其实是对你有感觉的 可是他并没有想要 就刚认识你的时候 没有想要因为你这个人 去改变他的一个人生规划 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期待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圣杯二的逆味 跟恋人牌的逆味 其实这两张牌的逆味 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有一种 我觉得还蛮强烈的那种暧昧感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和你之间 他自己拿不定主意 而且他没有想要很快速的在一起 所以和你之间就是处在一个 绝对跟你有很好的一个互动关系上 就还不错的一个状态啦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边中间这边 我们看到一开始 我们就开到这一张权杖四 可是权杖四下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圣杯式的逆味 权杖四就是他觉得 现在跟你两个人的关系是 他觉得很好的一个状态 他觉得这样的关系就OK 两个人这样子算还好啦 感情上现在这种状态 算是他可接受的 而且他还是没有特别想要 马上在一起 因为我们看到圣杯式 我不知道你跟他认识多久 但是他这样子的心态 是相当神奇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 他自己会觉得 他没有办法 就是在这个时间上 好这么说好了 他觉得他自己的 目前的状态还不适合谈恋爱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因为这张宝剑国王逆味 就是一个这种情形 他觉得他现在可能在事业工作 或者是他的人生当中 我们这边还看到一张 前婢皇后的逆味 宝剑国王的逆味 和前婢皇后的逆味 都代表他目前觉得 就理智上面来说 他的判断就是他现在的情况 还不足以可以好好的谈恋爱 就是如果说要给对方一个承诺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他觉得他现在的情形 就是他自己是还不足够的 他还没有办法 就是跟你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感情发展 所以但是他又觉得 跟你在一起还蛮舒服的 他想要跟你 好好的在一起 所以对他来说 他又形成一种很矛盾的状态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承诺 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好我们两个在一起 所以 可是在他心中 我觉得他认为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们看到女皇牌在这边 女皇牌他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意味 就是说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至少在他目前人生当中 你大概是他认识过的对象当中 条件最好的 就是各方面条件分数加起来 你是一个让他觉得很好 很棒的对象 他觉得放掉你会很可惜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给你承诺 所以才会出现全杖衣这个行动很绑手绑脚 全杖衣因为这个行动很绑手绑脚 他没有办法就是很积极 但是他又不想放掉你的一个情况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矛盾的人 那接下来两三个月 你们两个会不会在一起 个人觉得是有点困难 第一件事情是钱笔把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觉得面包很重要 所以他现在想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更好一点 然后工作可以更好一点 环境上做一个改变 他觉得这个部分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感情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他现在真的还不太有办法去做一个 给对方承诺的情形 而且他也会觉得 如果随随便便就跟你在一起的话 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不负责任的事情 我之所以会觉得他想很多的一个点 是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教皇牌 教皇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在这个教皇牌的底下 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他自己 其实觉得感情这件事情要用最严肃的态度去看待 他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重视感情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之谨慎 就是说他觉得如果真的要跟谁在一起 那可能就是希望可以长长久久 然后最后结婚 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必备的 他不是那种 好我们先在一起之后 我再来慢慢准备这些东西 而是他觉得 我应该先准备好 我才可以投入感情 所以他就会把感情先往后放 那可是短期内要准备好这么多东西 有可能吗 就很难吗 我们看到世界牌的 你以为就整个环境都不允许 甚至于其实世界牌有一个可能性是 他可能因为工作上 他必须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或者是需要跟你分隔两地 所以短期上面来说 对他而言 如果要跟你在一起的话 对你来说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事情 对感情上他有害怕感情会出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考量很多的点 是在于说 他不仅仅是 不单单只是 考量两个人要不要在一起这件事情 他其实把很多东西都往他自己身上去扛 所以他觉得 他现在其实脑袋也蛮乱的 因为保健国王的逆位在这边 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自己的脑袋当中 其实对这件事情其实想很久 他自己想不出一个结论 可是你又那么好 他又觉得放掉你很可惜 就会变成是说 他也不想要中断跟你之间的往来 可是他又希望两个人之间 就是感情这件事情 他可以有更多的一个 好的一个准备跟发展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他会更努力的去把他的人生 他觉得不够美好 不够完美的地方去补足 然后他才能够去 把这张世界牌转正 就是到他觉得OK的时间 可是我觉得对他来说 这真的需要一段蛮长的时间 不是说他的能力有问题 而是到他可以满意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自我要求 有一点高的人 他觉得要让你也能够很幸福 所以如果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在一个前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就是他觉得对爱情这件事情 他要很负责任 可是也因为这种形态 导致他没有办法短期内 跟你变成一对情侣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啦 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说 看你要不要等他 或者是你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转变 比如说你必须要跟他好好谈谈之类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宇宙 这个地球给你的讯息 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奇迹与祝福 每一件事情当中都藏着礼物 其实我觉得你跟他的互动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有 他有做很多事情是 想要去和你之间有更多发展的事情 所以才会让你也有点犹豫不决 或者是你也会觉得说 那他是不是真的对你有喜欢 我觉得他是真的对你有喜欢 只是他觉得他需要有更多的累积 他有 我觉得不管是钱 或者是生活稳定度 各种方面 工作 等等的 我觉得可以遇到这种很负责任的人 对于感情这件事情看得很重的人 才会很负这种责任嘛 这种想很多的人 其实你能够面 你能够认识他也算是一种奇迹跟祝福 这种人其实现在也不算太多 毕竟 大家在路上遇到 就是 遇到不良对象机会好像也蛮高的 好了 现实生活当中就是 就是很多 很多人就会遇到渣男 渣女之类的 大家都对 那其实遇到他这种对于感情很重视的人 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很重 就很难得的事情啦 但原本的你 你是一个具备神性的美好人 值得拥有生命给你的一切美好事物 所以有时候 他没有对你有太多的行动 不是你不够好 而是你太好了 他觉得有点配不上你 我们看到这边女皇牌 至少在他心中对你的肯定度是相当高的 他想要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所以他觉得他需要准备更多 如果你打算等他的话 身体接触是很重要的哦 对某些人来说 没有一样东西比温柔的肢体接触更重要 比如说在对方需要的时候 亲拍他的背 或是给他一个拥抱 有时候你看到他很努力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一些鼓励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适度的身体接触是 更能够拉近你们之间距离的一件事 那当他如果愿意告诉你 他的担忧的时候 你也可以很温和的告诉他 很温柔的告诉他 其实可以不用担心这么多 好 就是选择到海洋玛瑙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 结果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16-10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 我们看到这12张牌 我觉得他对你是认真 他对你很认真耶 从一开始就很认真 这种人真的很少 所以可以的话 我会觉得你稍微要把握一下这个对象 那在一起的几率我觉得也不低哦 还蛮高的哦 好 为什么呢 来我们看到第一张牌 保健班的逆位 还有这个 赢者牌的逆位 还有恶魔牌的逆位 这个代表是他刚认识你的时候 他心里面对你的想法跟感觉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晓得你们在一起的 就是刚认识的时候 你对他做了什么事情 可是对他来说 也许你讲了某一些话 你觉得那只是很普通的生活当中啊 我平常就是这样 可是你的某 你做了某一些事情 可能不经意的某一些事情 或讲了某一些话 其实是有感动到他的 让他对某一些事情如释重负 他 也许你是帮他走出了某一些 他之前一直在感情当中 永远想不通的挫折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可能一句话两句话 一件事 可能不经意的某一些动作或行为 就让他整个人觉得 对哦 我怎么没有想到 那也因为这样 他觉得你可以说是 他寻找很久 而且可以不用再继续往下寻找的 一个最棒的对象 我们看到赢者牌的逆位 跟恶魔牌的逆位 这两张牌 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当他认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 他就认定你是他 最重要的 如果可以的话 他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这种情形 他就认定你是一个最好的对象 所以对他来说 他不是玩玩 他也觉得 对他的人生当中 他寻找到你 已经是一个终点了 所以他可以的话 他其实会想办法要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他是一个认真的状态 那当然他想要认识你更多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 这张牌叫做是 圣杯的侍卫 还有圣杯的国王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是很有乐趣 很好玩的 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 你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而且你在感情处理的态度上 你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对他来说 你带给他很多人生当中 相对比较特殊的 一些体会 这种体会是可能 他在以前认识的对象身上 他都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他觉得你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很认真 不是那种玩乐型的 是我们看到这边 就是圣杯三的逆味 在他心中 你就是一个真的有认真在谈恋爱 真的有想要 你就 至少在他心中 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你是一个完美对象的一个形态 所以他觉得你真的很棒 对他来说 你就是一个人生当中的希望 他就是找到了 而且长期 就是一段时间下来 我觉得他有在确认 在confirm你是不是 confirm你是不是这种人 因为当然一开始 他可能 他也会告诉自己说 是不是刚好而已 是不是你只是随随便便 讲了一句话而已 是不是 他的感觉是错的 他其实有怀疑过这件事情 所以他有去做一些测试 我们这边看到了 全帐的侍卫 他有去测试一下 就是说你是不是 只是玩玩的而已 这样子 可是他后来发现 你不是 而且你 面对他的时候 是一种很天真 很可爱 很纯真的态度 他会觉得 你这种人真的是 硕果仅存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很少见 在他心中 你是一个 完美的代表 是一个 好像不太有 就是天上的 星星月亮太阳 他伸手都够不到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看到 是星星牌 星星牌其实 他觉得在你身边 你就是最好的 你就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 他高攀不上的对象 其实反倒是 我觉得 如果你发现 他的行动 好像变得不像以前 这么积极 你看到全帐 骑士这张牌 他其实只是单纯觉得 他配不上你 高攀不上 而且那种高攀不上 不是什么家事背景问题 而是他就单纯觉得 你在感情当中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 他有时候 反省一下他自己 他觉得自己 好像也配不上你 是不是自己 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我觉得 他的勇气 真的不是很够 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 他会鼓起勇气 我们看到 圣杯八在这里 他会鼓起勇气 想要跟你 好好的有发展 好 这张圣杯八 讲到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他知道你对他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是 千载难逢的 千年一遇的好对象 就是你是一个 在他心中 不可以 跑掉的对象 他会很想要 好好的抓住你 可是他又很害怕 我觉得他有很强烈的 一个矛盾感 就是 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 他觉得他自己 可能高攀不上你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看到这两张 就是 有这种感觉 好 这种讯息存在 就是圣杯的世卫 跟圣杯的国王 其实在这边 同时出现 也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 他觉得 在你面前 他矮一结 所谓的矮一结 就是他对自己 真的没有自信 那 他也因为这样 他是比较没有勇气 但是当他鼓起勇气的时候 他又会很害怕 你会离他而去 宝剑五其实跟 圣杯八的这边 一起出现的时候 他就带来一个 很强烈的讯息 就是 他自己其实自卑感 真的很重 而且他很怕失去你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 两三个月内 他会 有时候积极 有时候退缩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 做太多 有时候是不是 自己又做太少 对他而言 他其实处在一个 矛盾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结尾是好的 我觉得他有感动到你 就是 皇后 女皇排在这边 代表着 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幸福快乐 在一起的几率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 我觉得他的努力 他的用心 他的 这个 勇气 他拿出来的勇气 你是有看到的 而且 我觉得他是相当真挚的 让你知道 他是很爱你的 因为 这两张牌 再加上星星牌 我们看到 圣杯的 侍卫 圣杯的 国王 还有这个 星星牌 其实他都很清楚的 明显的 在让你知道 他对你的感情是 怀抱着有多么深的 爱意跟想法 他不是玩玩的 他是认真的 而且他有努力 在去调整 只是目前这段时间 我觉得这张 权杖骑士 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真的有 很强烈的一个自卑感 我觉得你有时候 可以鼓励他一下 告诉他 其实你真的很不错 至少在你的心目中 你觉得他很棒 如果 当然是说真话 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很棒的话 你真的要鼓励他一下 他真的是一个 有时候没有什么 太有自信的人 因为他就是没有自信 他就不敢 不敢去告诉你说 他想要跟你在一起 甚至于有时候 他就会觉得 自己真的不够好 他虽然很认真 他真的很用心 很认真的在面对你 可是他真的在 一个关键的状态 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他又会被他内心的那种 没有自信 而他会自己吓自己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没有自信的人 他就是个 没有什么太多自信的人 所以这问题 也不是出在你身上 但是他会鼓起勇气 他会鼓起勇气的去 争取更多 他不会就默默的 就这样 一直没有自信下去 他会鼓起勇气往前走 只是他还是会有一点矛盾 这个保健五这张牌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是我相信 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几率 是很高的 我觉得他会感动到你 他会做很多事情 是会让你觉得 你真的是很用心在喜欢我 然后你会被他感动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宇宙 这个地球给你的讯息 好的 我们看到 你被爱所环绕 爱无时无刻不在 那无处 无时无刻无处不在 只要你承认这个事 上就感受得到 虽然有时候 他会微微缩缩 会退缩一点 可是他其实是用 满满的爱去包围着你的 对你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讯息很重要 每一件事情当中 当隐藏着礼物 奇迹与祝福代表的一件事情是 其实他不管做什么事情 他都有他 想要跟你说的话 或意义藏在里面 我觉得他是用心在关怀你 在想要跟你好好相处 想要去爱你的一个人 很多事情他都很用心 倒不能说是你很粗心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人跟人之间 比如说 他做了某一些事情 他觉得他很用心 可是在你的感受上 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感受 这是每一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对你而言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奇迹 跟祝福 而且他做很多事情上面 他都是为了去照顾你 为了对你好而去做这些事 好 回归你的真心所爱 当前的处境提供你一个机会 重新去检视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面对到一个很 用赤裸裸的真心 去面对你的人的时候 你真的会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就是真爱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 很真心死心大地爱你的人 如果说 你真的想要这样子的对象的时候 那么现在这个他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所以 你真心 你真正 也许你很久以前 很期待 这样子的对象出现 那现在他出现了 你要不要选择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最后的决定权 其实是在你手上的 因为女皇牌代表的一件事情是 他的主导权 其实最后是落在你身上 答应不答应 其实最后是你的一念之间 所以我会觉得 他是很真心在 喜欢你的 这个状态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甚至你只要多一点主动 他其实就会 有更多的勇气 去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你在未来 他鼓起勇气 去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 不要笑他 如果他真的是 做了某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 好像有点笨笨的 没有关系 就是 你要表现出你对他的开心 或者是重视 或者是一种感动 你要让他知道 他才会努力继续做下去 千万不要一言不发 他需要你的一些 feedback 跟回应 你必须要回应他 让他知道你做对的 鼓励他 我觉得这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很爱他 如果你也很喜欢他的话 记得多鼓励他是很重要的事哦 好 这是选择到 16时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